为了落实学生品格教育的发展 南投县政府订定今年为品格教育推广年 并在国庆国中举办礼仪廉耻排扁接牌仪式 副县长陈正生表示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礼仪廉耻在校园内当作学生的生活准则 并且借此鼓励县内各学校推广品德教育 让县内能够更和谐 同时我们把礼仪廉耻这个牌匾 今天的接牌之后 希望作为我们同学们在学校学习的一个归内 希望礼仪廉耻未来能落实在我们学校教育 以及学生的生活教育里面 那大家如果朝着礼仪廉耻这个目标 来规划的话 未来南投县应该是付我号里 甚至于在整个社会核心方面能更有正向的作用 县议员林方宇表示 国庆国中用西游记的Q版造型 宣导礼仪廉耻的品格教育 也会让学生印象更为深刻 进而能落实在生活之中 也非常值得来推广 有唐山战 孙悟空 猪八戒 沙悟静 这些卡通造型可爱的这些人物 下去做代言 礼仪廉耻的这一个 这一个品德教育 我相信同学们会喜欢 也能够更加增加他们的印象 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实实在在 真正的做到我们品格的这个教育 这个也是我们林明珍县长 还有所有的县府团队 以及我们所关心的这个议题 副议长潘依泉表示 品格教育能够让学生知进退 明是非 因此也希望每个学校都能够落实 品格教育的推广 让学生都能够拥有好的品德 进而让县内能够更和谐 记者陈伟一国性相采访报导